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因为你我可以奋不顾身 哪怕流言蜚语 相识不易相爱不易 我们身不由己 若回忆已没有意义 该如何把你去铭记 只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只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但小彤 那个女生 我以本正经地跟她谈青春 心里却在嘲笑她 我为什么要嘲笑她 那岂不就是在 嘲笑曾经的自己吗 知道吗 我真的很想整理出来 以前的故事 给戴晓通 也给我自己 可我很难过 我记得过去的每一件事 却记不起当时的心情 想的时候 总觉得很近 去的时候又觉得很远 我搞不清楚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 是缺乏勇气所以推举 还是距离本来就要不客气 电视剧日造梦用的 所以话好远远 但真实的生活 往往是选择将错就错 选择了 不管酸甜苦辣 你都要坚持下去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谢谢你 让我再伤感你清醒 你们不在家都待几天 别给我妈打电话 我是一个人收拾完行李跑出来的 她还好吗 挺好的 把家里弄成棋牌室 可热闹了 没事吧 怎么会 走吧 你怎么了 好 当爱变成了习惯 一个人的孤单 再没有你的夜晚烦恼 当爱变成了牵盘 一个人的勇敢 你是否会变得优柔刮断 为了爱付出 为了爱一直在等待 多想在你身边 感受你的幸福 就这样我也一定会幸福 那幸福有多甜 那幸福有多严远 那个人是否会就在我们的身边 原谅我老初 女人 总是在外头找快乐 那幸福就在我眼前 眼泪 却永远留给身边的人 那幸福有多甜 那幸福有多遥远 那个人是否会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想去看四季交替的变化 看那幸福就在我眼前 看那幸福就在我眼前 你就在眼前 加热 她想去哪个小卡 我们的家 我爱的 爱的 天哪 我爱的 天哪 我爱的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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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玲还挺有人场的嘛 那是 长得帅吗 我告诉你 她这次专业考试是第一名 人家文化可虽然垫底 但好歹过了分数线了 就是 顾小卫同学 我这次不计前嫌地请你过来 就是想告诉你 我没有一点点 拿她开上的意思 你们家卫民呢 这不是 文艺学院跟世代都火了吗 你看 这些云民学子真相追捧 他不得跟校长商量一下 后面宣传计划呀 你且 小孩子们还真好骗 不许拿我们世代打产啊 少来 你还请了一帮媒体 假不假实的 还要在顾客状态中采访 这也太演了吧 这就说错了 人家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我们学校就是做了一些铺牌而已 事业 不是八点吗 都八点半了 怎么回答 八点半了啊 不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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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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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瑋玲她這是什麼路子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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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着情深情是陪你一遍 喂 娜娜 你在火车上 你为什么要走 你还回来吗 我知道你不会再回来了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毁就毁在你的脚上 考上了 赢了证明你自己了 所以你转身离开对吗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样吵架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知道你没再停 但是我依然要骂你 你的人生就是用来抛弃的对吗 你为了别人的感受 然后你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你太无耻了 你无耻地藐视了我们所有的人 你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放不下 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放不下 你放下了 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放不下 我为你为活蛋 你知道吗 你自己活蛋 你 你是个我的女人好吗 干吗 你现在的每分每秒 梦温暖眼角 爱却已退窗 那些过往的誓言 早已随风远遥 曾经以为天下 她回老家了 这太好 还是你的爱太不可疼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为何结局在一切难断 回忆撕裂或心头伤 这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 我已无可乘标 她在冬天做好 我只是想起来 毕竟前在冬天 我只能够加冰天 她几分了 我将冬天的崩开 五夜 好 范范 这样不行啊 你看啊 这儿要先放两个一样的 然后把它再放在中间 这样的 就稳定了 就不会倒了 范范 爸爸说得对 两边要选一样长的 这样才会稳 听明白了吗 沈云 其实 一直以来我都在无措 对你 对我们 其实我挺想帮华维林的 只是这里边 掺杂了一些其他的 无所谓 丑娃家也好 越吵越明白嘛 是吧 居然集眉也好 狗皮倒灶也好 都是婚姻该守的 过日子嘛 挺着呗 来 该洗手的洗手吃饭吧 来 爸爸吃饭 来 携手吃饭吧 来 拜拜 睡吧 来 携手吃饭吧 来 来 携手吃饭吧 来 携手吃饭吧 去哪里 儿子吃饭吧 再来 去哪里 把女人吃饭吧 好 来 来 别人吃饭吧 好 来 好 来 你们看 快点 去哪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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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少是一幅完整的美术作品吧 老师的评语就四个字 有争议性 凭什么别人家孩子就色彩大胆 想象力丰富 到我们这儿就有争议性啊 这老师做不到跟孩子有效的沟通 看不到孩子内心情感的老师 根本就不合格 我必须找他们老师 我懂了 我想明白了 真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啊 就这个问题还是 还是咱们家凡凡的问题 不是你听我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咱们家的凡凡 是一个非同质化的孩子 什么叫非同质化 就是不屈于同 或者说是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的那种财务 这个咱们不能怪老师 因为不是每一位老师 都能够非常幸运地 遇到像凡的这种天赋异禀的孩子 也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可以读得懂 像这种孩子的天赋异禀 真的 是不是啊 是啊 你想想就咱们也是老师 老师就是普通人 这个还是应该耐心一点 咱们总要给这位老师 一点提高教育水平的 实践和功能 对不对 我觉得有时候还真是你比较明白 你多提醒着我点啊 还是你会说话 好 搞得好运 放开 芬芬 我们在晨晨语课 在晨晨课 均匀地移植到胸部 材料原与自身 纯活力刚 而且 最好深刻的 美人继续下 新手笔 这都能跳过来也 这都能跳过来也 我就是想给出个钱 我人见着我上去玩了 让我跳什么跳呀伙 你就是屁股 你屁股 老徐他们真坏人 知道女老板是若能激励员工 老把你往前推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突然泪线就变得发达了 知道为什么 封够了 糟够了 该有个家了 小薇 你总不能让我等你一辈子吧 老婆 我对不起你 失败了 你对我越好 我就越怕面对你 越怕面对你 眼泪就越丰富 你看人家沈宇 活得那么完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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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有人敲门了 谈你的劲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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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去 来来来 二十 来来来来 喂 婷婷 慌教授来了 来 二刀也在啊 沈宇啊 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凡凡 停一下 您说 我这年纪大了 这心脏有病 你家这当当当的 我实在是受不了 慌教授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家凡凡在弹琴 要不是咋夯是吧 卫明 对 那个叫我 开发小孩子的艺术天分 立国立民 您多担待 我倒无所谓 这喊几颗塑销进锡丸呢 也就扛过去了 可是我老婆你知道 这更年期 你家这当当当的一个小时 他就得失眠到天亮了 贺老长 你看您这话说的 怎么那么想几对人啊 不 小北老师 你说我们家凡凡谈的 有那么差吗 关于艺术上的问题 有争议也是难免的吧 裴多飞 你有点良知行不行 不是不是 别走 你先休休休 爸 你干嘛呢 爸 你干嘛呢 爸 可以了 可以什么可以啊 可以了 方校长夫妇都在更年期挣扎 你照顾一下 哎 陈宇啊 这辅导课还有半个小时 上还是不上 裴多飞 方校长 小裴老师有进行精神 怎么着您了 您冲他发什么火呀 再说了 我们家凡凡弹的是钢琴 发出的是音音乐声 是有规律震动的音频 不是无讯的 不是这 咱们别为这个问题讨论了 你看这祸什么心理啊 本来谈得好好的 分意搅和了 更年轻失眠 还往音乐上来 讲不讲理了还 人家还拿音乐来治疗失眠呢 哎 我是沈宇啊 哎 你这这可就不讲道理了 方校长 不讲道理了 你家这叫音乐吗 当当当的比杂行还难听 这叫音乐吗 这是你跟我说的吧 哎哎哎 哎什么哎 打撞机的节奏 广场舞的动静 谈着屈枯拉朽 听着生不如死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卫明 语境不一样 有这么损自己儿子的吗 还学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跟我说什么天赋异禀 非同志化 何时你唤我呢是吧 小北老是在这儿 你问问他我们家儿子是胎情还是咋好 爸妈 爸妈 方校长 别怪我这当母亲的侄女 趁着大家都在这儿 让小裴老师说句公报话 但凡他要说我们家儿子没有胎情的天赋 明儿一走 我就把情给卖了 我也说够了 你们都别再吵了 卫博凡小朋友的确没有音乐天赋 一点都没有 我就直话直说 给自己解脱了 好 再见 再见 小雨这次啊可真起着了 你们说怎么猫了吗 事已至此 既然已经见分享 就谁都别看见了 你说毕竟这也是 我们所乐见的结果吗 对 反问不再受罪了吧 咱们当然愿意啊 对吧 可孩子他妈呢 帆帆 帆帆 你要相信你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用心凝望不害怕 就算受伤也不闪泪光 留一个愿望自己想象 所有梦想都会开花 妈妈 我想来打遍 帆帆 妈妈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但是 妈妈又不知道怎么说 你只需要记住 你是妈妈的宝贝 是妈妈的希望 记住了吗 钱还够花吗 要不然再往你卡里打点 小猪还这样放着你吗 晨晨往邮箱里面 发了两封邮件 一封给你一封给我 小猪是不是烦你了 没有 那你还让五云三早的好什么呀 不是 你别老逼我行吗 有谁会这样等你 谁会这样死心塌地地等你 你坐上去讲了点良心啊 我也觉得我该嫁了 可是一想到这个 我就心慌 别矫情 人家不欠你什么 我欠他的我欠他的还不行吗 我欠他多少还多少 哎 这个孩子真是 是 回首往日喜看今朝 工作上 我熟悉了岗位工作 学会了经营管理 公司业绩节节攀升 员工热情无比高涨 家庭上 我树立了相互理解的方针 试点了曲线逢迎的方法 给老妈以空间 还沉沉以平等 在长幼关系的融洽上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雄鸡抱小春来到 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 你最近看我的次数 平分到了出奇的程度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纠结了 没有 就是想你了 各位啊 具体事情呢 爸爸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 作为过来人 还是有一些经验 和你跟你分享 任何感情 如果不落实到实情上 就永远是漂在云洞 那不 也挺幼在的吗 是吗 当然 有时候 也会有点空虚 不必为了一份留恋 只顾不顾钱吗 生活只有夯实了 才能评到真实的滋味啊 终归是要做出选择的 对不对 一个决心而已 一个决心而已 不是 不是 老师 你得告诉我 什么叫有争议性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说这小朋友画的什么呀 他这就没有争议性 我们家梵梵就有争议性是吧 对对对 人家就是色彩丰富 色彩大胆想象力丰富 这个美术班就根本就不适合凡凡 必须换掉 那个 英语随幼儿园进度 我不加门了 钢琴已经彻底放弃了 现在只剩下美术一门 你们要再说我大拨空 就有点不想试试了 以后所有力量 全部放到美术这一门上 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 我不是问我儿子陈明陈佳 但我希望他长大之后 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这对培养他个人气质 也是有帮助的 对吧 不能说会画个画就有气质是吧 我什么都可以妥协你 只有美术这一项没商量 他是我儿子 他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 那我爸会的成语还不到二十个呢 我中文专业我遗传谁的呀 不是不是 那是我儿子 我总得有点发言权 我跟你说学美术 你跟我聊什么遗传基因呀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你 不是我表达什么了我 行 我不在你的成绩点上跟你争执 这样没效果 不见他 你说我希望儿子长大之后 有点艺术天色我错了吗 我哪说错了你觉得 这话本身是没错 那没明白为什么老跟我唱反调呀 儿子不是他呀 想法不一样了 妈 顾小白 你在听我抱怨的时候 你能不能专注一点啊 废话 你让他儿子走画伟林的路子 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跟画伟林有什么关系啊 谁知道 他就是心胸狭窄还是你老朱浩 什么都能包容你 你以为这样好啊 我告诉你 我压力大着呢 你用租 你懂个屁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他对我越好 我就越觉得欠他 越觉得欠他吧 我就越想把那半边胸给补上 可是得往里头塞个东西 我害怕呀我 你的问题呀 不是出在那半边胸上 而是在于胸里头 画伟林放不出去 老出去永远撞不进来 跟画伟林有毛关系啊 一报还一报 扯平了 咱俩可真不应该画敌为友 我也觉得 但是已经 后到了那么多次隐私了 我还来得及吗 去死啊 违违远写得很清楚 美术馆承诺 每位画家每年至少要卖出三副产品 现在一劲都骂不出气 再不解除合同 我们都得饿死了 情感了 合同之外 就不能谈点情感吗 都揭不开锅了 你还说坚持就胜利这种好 你不哄哄呀 我算看明白了 我是被人当冤大头给骗了 这美术馆要能挣钱 他们凭什么给我 您说这些话有用吗 你就给我去宽心话怎么了 我们关系不一样 我们是老乡啊 也怪我们 名气不够大 撑不起这残 我也没让你自我批评呢 您也算跨界经营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谁能了解我的心神呢 慧玲 我们是老乡 说出来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小时候的梦想 其实 其实也是当个画家 可那时候家里穷 没办法 我只能早早地混入社会 现在年纪大了 丢了的梦想 也就变成新建了 最后就开了这个美术馆 服用一下风扬 不然 不然我的鸭案就会无限放大 一个人老被心结拧巴着 怎么活也不痛快啊 卫玲 看在同一个梦想的份上 那件事情 别别别别 您要再提这事 这段煽情的话就先讲了 卫玲啊 文艺学校改造 是个机会啊 我需要利用你前妻丈夫这层关系 给咱们一个提供建议的气口 给他们一个接受建议的机会啊 那您就去谈哦 那不是没有这个意象吗 你想想啊 别的文艺学校 哪哪挂的都是印刷品 我让那哪哪都挂真品 多有气质啊 你打出 我不在你这事 卫玲 算我求你好不好 你跟我院长 怎么这也算是欠强 你这越说越不像我啊 我我嘴笨我不会说话 卫玲 我目瞻这事 你别烦我 卫玲啊 看看咱同一个梦想能不能让卫玲 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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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啊 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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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理想 人生理想 卫玲 不好意思啊 这是非卫品 没它我就找不着你了是吧 没想 vocal 我不找你你就不出现是吧 你先说吧 这位是 她前妻 您就是魏院长的 等我 你好 她跟你提过我是吧 你什么心态呀你啊 我就是来这看看画 那正好我儿子在学画画 所以当家长的妈总是想多看看 我还带了我儿子的画呢 正好给他报那美术班 你们给看看 婉玲你看看 评价 评价 怎么样 这您儿子画的 谢谢啊 天分 天分哪 画家们总是在讲技巧讲技巧 可是技巧想再多 也比不上这与生俊来的千分啊 我 我 作为这家美术馆的馆长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您儿子 是个天才 真的吗 你看她们老师之前说她有正义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妹妹呀 哪个天才没正义呢 三高 比加索 您说 哪个没正义 李佳总 嗯 反抗 对啊 都是有正义性的啊 天才 百分百天才啊 对啊 画伟林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啊 你情绪过分极力了吧 是你自己说的 黄老板那是因为要讨好他们家卫明 这话我怎么跟沈宇说呀 你看到他眼神了吗 他眼神跟求助一样 烦烦的话肯定是被挤队残了 你当你是上帝呢 几年不见你出来就拜上帝啊 有些人退出生活 就成了心里的嫉妒 烦了累了 躲进去自慰一下就可以了 再出现就有错了 我知道 你一直是在刻意回避 是 错不在你 可是一旦出了错 什么都赖你头上你知道吗 因为女人都是妖孽 妈妈 妈妈 等会儿 等会儿 你告诉妈妈你画的是什么 妈妈 你先不要乱画 你告诉妈妈 告诉妈妈呀 你 你说 沈宇 你这又是什么路子呀 这叫色彩训练法 蒙住眼睛存在用内心绘画 不明其妙 你干吗呀你这是 我就不信 这种挑大神式的方法能学画画 你问凡凡 这种方法有没有用 凡凡你告诉爸爸 现在咱们是不是进步了 告诉爸爸 告诉爸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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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慢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困盘 爱过就不能忘 越是在身上 四面可在心上 越朝天长 越变成了 信仰 越朝天长 越变成了 信仰 越是天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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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